几日以来,2018年的瑞典公开赛,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,确实平凡爆出了大冷门,在昨晚马龙因为伤病宣布退赛,引发了平台的渲染大波。 不过,在昨天的一场男双比赛中,发生了一段小插曲,更离国平球迷愤怒,在男双首轮的较量中,国平大小胖组合法阵东梁敬坤苦战务局,最终是到比分2比3不敌一对东道主选手,遗憾落败之不首轮。 加上马龙的退赛,也意味着和许欣搭档的男双无法继续,男双组合法阵东梁敬坤,马龙许欣的双双首轮被淘汰,国平队的两队男双致此全军覆没,提前丢了男双冠军。 然而在比赛结束之后,瑞典主办方式公然挑衅法阵东和梁敬坤,播放起了Goodbye的争音乐,引发了巨大的争议。 但任网络平台解说的中国主播小马哥愤怒贴成瑞典主办方,他表示,这样的歌曲应该是在大赛结束后才会播放,而不应该在这样的比赛后播放。 确实,这回国平队真的是被欺负到家了,国平输求是事实,我们也是承认在这场比赛的总体实力不及对方。 但是所谓事实可善不可辱,瑞典主办方如此的行为确实不适当,而在昨天正式落幕的国际平联世界青少年挑战赛。 中国小将曾被勋大战六局,最终大比分赢四比二战胜日本选手小周大登,成功独得冠军,为中国平堂球队争光。 然而,曾被勋获胜后轮胎庆祝,引发了球迷和梅,体热义。 更是被日本人痛骂,从视频辉放可以看到,曾被勋先是将球拍扔了出去,接着走到对手面前与对手握手之意。 最后曾被勋对着镜头进锤胸口,并且举出第一的手势。 在赌冠之后扔球拍的动作虽然是夺挂时候激动之初的表现,却让日本网友十分不满,引发巨大的争议。 评论道,这是什么素质,丑陋,恒不尊重对手的表现,这个扔拍子根本不像庆祝动作,日本网友痛骂中国夺冠小将所致敌,也引起了中国球迷的不满和反击。 因为作为日本乒乓球一哥的张本志和,在比赛的疯狂怒吼影响对手发挥,已经是几年来在世界拼盘臭明远洋了,为何不反思张本志和的无理行为呢?张本志和有点猖狂,咱们为什么不能既表达喜悦,又体现文雅呢?